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98年3月31日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实施联合国1966年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enanton Economic Socialand Cultural Rights 以下合称两公约 健全我国人权保障体系 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法律效力 两公约所揭示保障人权之规定 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 第三条适用规定之解释 适用两公约规定 应参照其立法一旨及两公约人权事务委员会之解释 第四条 人权保障 各级政府机关行使其职权 应符合两公约有关人权保障之规定 避免侵害人权 保护人民不受他人侵害 并应积极促进各项人权之实现 第五条 以法相互协调合作 各级政府机关应确实依现行法令规定之业务执掌 负责筹划 推动及执行两公约规定事项 其涉及不同机关业务执掌者 相互间应协调联系办理 政府应与各国政府 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及人权机构共同合作 以保护及促进两公约所保障各项人权之实现 第六条 人权报告制度之建立 政府应依两公约规定 建立人权报告制度 第七条 优先编列经费 各级政府机关执行两公约保障各项人权规定所需之经费 应依财政状况 优先编列 逐步实施 第八条 不符公约规定之改进期限 各级政府机关应依两公约规定之内容 检讨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 有不符两公约规定者 应于本法施行后二年内 完成法令之制 定定 修正获费纸及行政措施之改进 第九条 施行日期之定定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条 为实施联合国 1966年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VNANT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以下核称两公约 健全我国人权保障体系 特制定本法 理由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乃最重要之国际人权法典 亦是国际上人权保障体系不可或缺之一环 其内容在阐明人类之基本人权 并敦促各国落实所揭示之各项人权保障规定 其使人人于经济社会文化及公民政治权利上 享有自由及保障 源于本条明定制定本法之一旨 在于实施上开两公约及健全我国人权保障体系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第二条 两公约所揭示保障人权之规定 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 理由 两公约经立法院审议通过 总统批准完成后 因我国上非联合国会员国 能否完成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手续 仍有待克服困难 积极争取 于此之际 原定明两公约所揭示之保障人权规定 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 非明确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之定位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第三条 适用两公约规定 应参照其立法一旨及两公约人权事务委员会之解释 理由 明定适用两公约规定 应参照其立法一旨及两公约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两公约之解释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第四条 各级政府机关行使其职权 应符合两公约有关人权保障之规定 避免侵害人权 保护人民不受他人侵害 并应积极促进各项人权之实现 理由 为避免国家行使公权力侵害人权 本条原明定各级政府机关行使其职权时 应符合两公约有关人权保障之规定 且除消极地避免侵害人权外 应进而积极地促进各项人权之实现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第五条 各级政府机关应确实一线刑法令规定之业务执掌 负责筹划 推动及执行两公约规定事项 其涉及不同机关业务执掌者 相互间应协调联系办理 政府应与各国政府 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及人权机构共同合作 以保护及促进两公约所保障各项人权之实现 理由 一 两公约虽对人权保障有周延之规定 为其落实则有赖各级政府机关一线刑法令规定之业务执掌 负责积极筹划 推动及执行 其有涉及不同机关业务执掌者 相互间更应协调联系办理 原作第一项之规定 二 两公约规定之落实 除应就两公约规定事项协调联系办理外 更有必要与外国政府及国际间之非政府组织及人权机构合作 以保护及促进其所保障各项人权之实现 原名定第二项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第六条 政府应依两公约规定建立人权报告制度 理由 一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四十条 第一款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十六条 第一款军客与缔约国需提出促使两公约各项权利得以实施之措施 及关于享受该等权利所作之进展报告之义务 以确保两公约人权保障事项之落实 二人权保障是政府权方位之工作 自须与时俱进方能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并确保其执行成效 原依照两公约上阶报告之机制 可与政府建立人权报告制度之义务 未来政府所制定定之法令及推动之行政措施 应定其评估 检讨 至于人权报告制度之撰拟及相关事项 则由行政院或其指定之机关统筹办理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第七条 各级政府机关执行两公约保障各项人权规定所需之经费 应依财政状况 优先编列 逐步实施 理由 民主法治时代 任何时间 地点之人权意义及价值均不能被漠视 政府落实人权之程度 乃国家民主化之重要指标 我国将两公约完成审议及批准 并制定本法具已执行 则执行保障人权所需之经费 在编列上自有其优先性 为人权保障乃权方位之工作 非一蹴可挤 本条原明定各级政府机关为执行本法所需之经费 应依财政状况 优先编列 逐步实施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第八条 各级政府机关应依两公约规定之内容 检讨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 有不符两公约规定者 应于本法施行后二年内 完成法令之制 定定 修正破费纸及行政措施之改进 理由 两公约所揭示之规定 系国际上最重要之人权保障规范 为提升我国之人权标准 重新融入国际人权体系及拓展国际人权互助合作 自应顺应世界人权潮流 确实实践 进而提升国际地位 原明定各级政府机关应依两公约规定之内容 检讨所主管之法令与行政措施 有不符两公约规定者 应于本法施行后二年内完成法令之制 定定 修正破费纸 以及行政措施之改进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 第九条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理由 明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定之 露天拍卖